南派快餐的天花板 凌波海鲜大食堂 这种类型的快餐 我相信很多人是没见过的 凌波的人民太幸福了 满大街都是这种 类似的海鲜大食堂 白切的鸡 生烟的螃蟹 梨螺 来一只母的 再搭配一只公的 这个是什么 这种蟹剪下来的 哦 碎蟹 这个呢 鸭片鱼头啊 来一个 哦 烫 好 谢谢 谢谢 再来一个炖蛋 给小朋友吃 今天我们以海鲜为主 炸鱼 哦 炸鱼 来一个 来一个 我过来看一下 这边每一个菜我都想吃 我们四个人 五个海鲜 应该够吃了 菜是自助的 自己拿 饭也是自助的 自己打 在高点小朋友 爱吃的 牛肉 刚才我们那个是海鲜蒸蛋 它这个还有肉肉蒸蛋 好 再来一个食材 我拿的时候都没问价格 也不知道这有什么费 你那边问的话 他也不知道价格 这个是98 这个蟹母蟹是98 对 这个是38 牛肉38 鸭片鱼38 这个叫什么海鲜炖蛋 对 32 然后这个48 公蟹40瓦便宜 杂鱼三角 炸鱼三角 嗯 花切花块 还送一份西瓜 对 就是一个人吃 如果不点这两种螃蟹的话 我觉得价格应该还不算太贵 但是它这个螃蟹太有食欲了 我就爱吃这种生烟的 微微的有一点咸味 很鲜 口感像冰淇淋一样 这个味道相当的哇塞 到这边来吃 沿的肯定是新鲜啊 是这个杂鱼现煎的 苍鱼加带鱼 东海的带鱼是非常非常的有名 它那个带鱼口感不会很板 有一点点棉 把油脂煎出来了 味道也不错 这个里面放的是什么 虾还是鱼啊 应该还是鱼 也是非常的鲜 公蟹 肉质和母蟹的口感是一样的 区别就是一个有黄一个没有黄 价格是相差一倍 刚问了服务员 这个蒸蛋里面是墨鱼糕 吃这种类型的生蟹 要配他们浙江特有的米醋 哎呀 过瘾 又加了一个正早 这个是什么蟹啊 糕蟹 现在开海了吗 它这个就是只有吃一天蟹 就是拿过来就是说 冰在冰箱里面然后再咽了 哦 冰鲜 对 可能再过一个月就要开海了 到时候开海的时候过来吃这种 类型的蟹应该会更肥更鲜 现在刚七点不到 已经开始收汤了 今天我们是五个海鲜 然后三个菜一共是三百二十六 大家觉得这种类型的海鲜大食堂 在江浙户啊 在咱们南方算不算天花板了 评论区见 一种类型的 那种类型的 这样的类型的 好 这个类型的